近期人气再度飙高的两位歌手,一位拿奖拿到手软,另一位生动亚洲。 华晨宇生于1990年,看起来很年轻的他也已经28岁了,但从2013年出道算起,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。 华晨宇开了四场演唱会,出了三张专辑,在各大音乐奖项评奖中,拿奖拿到手软,俨然成了流行乐团的代表性人物。 华晨宇是天生会用音乐表达情绪的歌手,他在舞台上望我投入,强烈的肢体语言,生情并茂的演唱方式。 令他成为舞台上的发光体。 他的声音表现极富张力,整个身体的语言与唱歌的力量都配合得天衣无缝,大声小声的力度也有他的层次感。 同样90年生人的霍尊因为一首《卷珠莲生动亚洲》,从此成为了古风音乐圈的代言人,及带有戏剧唱腔的演唱方式,充满了灵动与柔美。 深受粉丝喜爱。 2012年,参加东方卫视真人秀节目《生动亚洲》出道,获得亚洲赛区三强,霍峰荣耀之星。 2014年。 霍尊获得央视原创音乐真人秀《中国好歌曲》第一季冠军,其原创歌曲《卷珠莲》获封年度中国好歌曲,并写《卷珠莲》登场央视马年春晚,从而获得广泛关注。 同年,获得天津卫视明星戏曲真人秀节目《国色天香》年度总冠军。 2015年,《评券珠莲》获得2015华语金曲奖全国最佳创作歌手,第22届东方风云榜年度最佳作曲等奖项。 同年5月。 发行个人首张专达天韵、霍尊,并于次年评该专辑获得第六届Music Radio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年度最具潜力创作歌手奖。 霍尊的音乐和嗓音都特别唯美,她是一个有高雅十美的年轻人,内心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,这一点特别难得。 所以如果单单把它定义为流行歌手是不合适的,因为她的音乐内容比大家想象中丰富很多。 年龄相当,实力相当,两人虽然歌曲风格不同,但也会被拿来比较,尤其是在参加了歌手2018之后,两人同台竞技。 在第八场的比赛中,华晨宇毅然一爆炸第三,获尊红连结第四,可以说现场表现不相上下。 大家更喜欢谁呢?欢迎下方评论哦!